大家好,今天我们用大米做一道美食 碗中放入大米,用清水冲洗干净 把洗米的水倒掉,然后换一下水 把大米浸泡20分钟 胡萝卜切片 然后切成小块 放入碗中备用 土豆去皮 切片 然后切成小块 放入碗中备用 香肠切片 放入碗中备用 然后准备玉米粒和豌豆粒 这些就是我们需要的食材 取一个西红柿 在顶部画一个十字 这个时候大米也浸泡好了 把水倒掉 把大米放入电饭锅里 加入清水 大米和水的比例是5比4 加入一勺香油 一勺海鲜酱油 一勺蚝油 半勺盐 撒入适量的黑胡椒粉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然后把准备好的食材放进去 最后把西红柿放在中间 煮的时候和正常煮米饭一样煮就可以了 煮完后再焖二十分钟 把煮熟的西红柿去皮 然后搅拌均匀 然后搅拌均匀 最美味的番茄焖饭就做好了 营养均衡 老人孩子都爱吃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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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煮太多吃不掉 可以放到电饭锅里保温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 谢谢您的支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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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请不吝点